我们不希望台海大家在眼睁睁的看着像俄乌战争一样 战事发生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我们会找时间再继续观察台湾 台湾的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报告跟台海局势之后 我们谈一谈台湾的选举 这个很简单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美国在11月有其中选举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跟前总统川普的一个所谓的2020年大选的延续 也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前哨战 台湾的11月26号马上在三十几天之后要举行的九和一选举 也是算是对参英文连任之后的一个中期的其中的一个监看 也是为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哨战 那当然现在蓝绿的这个执政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请陈教授来分析一下 当然从这个地方可以看来 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之前 因为台湾发生的前立委 这个清明党立委 其实台湾在国民党在90年代跟2000年有两次分裂 所以一次是新党出走 一次是2000年的这个清明党出走 那这个黄宇教本来也是国民党 现在是清明党立委 他跳楼自杀 享年69岁 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庞建国也是前面立委 68岁也是跳楼自杀 他也是国民党的立委 在往前如果看的话 许昏宏两年之前 因为高等市场韩国瑜的霸选 他因为恨而离开 认为社会不公 对选举罢免的不不义 所以他也跳楼自杀 63岁 在往前五年前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欣 也跳楼自杀 64岁 他这个也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这个陈教授你怎么样看待 因为谈到黄宇教的这个跳楼自杀 我就想到前面刚刚提到了几位 你怎么样看待这些国民党 这些泛男的一些政治人物 为什么最终的选择 用很残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台湾这个所谓蓝营的政治人物 确实现在都有一个蓝色的忧郁症 蓝色忧郁症就是这个 现在台湾是绿营当道的死后 然后蓝营处境非常艰苦 所以蓝营的政治人物普遍非常苦闷 因此从这个台北市的议员李鑫 到高雄的议长到前立法委员 两个前立法委员的至上 那么其实跟这个蓝色忧郁 是不无关系 但是依据医学的学理 或者是这个忧郁症的病患 他们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所谓忧郁症 是生理的因素大于远远大于心理的因素 这并不是说精神不愉快就会自杀 就会得忧郁症 而是本来就有忧郁症的人 他会随着他精神状态的好不好 或者是他处境快乐不快乐 或者是他所面对的难题严不严重 而加深或减轻他的病情 那基本上 这个忧郁症 是生理因素远远大于的 精神因素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这四个蓝营的政治人物 自杀 是因为这个蓝营在台湾吃鳖 所以他们自杀 应该是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当然像庞建国他自杀之前 跳楼自杀之前 他写了几个字 这几个字就是说 不公不义 生不如死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点点 政治抗议的一种味道 当然也是对自己政治处境 以及蓝营政治处境的 一个悲伤的感觉 但是不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因素 就是什么蓝营处境不好才自杀 应该是本身就有忧郁症的一个倾向 然后再受外在的政治情势 政治因素的刺激 然后走上自杀的路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提到这个 因为李欣跟这个所谓的 黄逸娇 我们比较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政治 不过许慧元刚刚是一位议长 跟这个庞建国 倒是政治因素是比较大的 因为许慧元是因为刚刚是 韩国一位罢民 庞建国是刚才这个 陈教授提到了 他认为台湾现在社会不公不义 声不如是 这个小明星你从一个旅外的这个中国人 请来看待台湾政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四位政治人物都选择用票了 我这种非常很残酷 很激进的一种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首先呢 我对这些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政治结议啊 我还是很欣赏的 就是说这种 对 节气都非常有节气 非常有 非常注重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道义 我还是很散赏 这些人 虽然他们选择这种方式 我并不认同 但是他们对政治的这种坚持 我觉得这还是国民党的一些值得期待的地方 还有这点骨头 有这点骨气啊 这个我还是觉得这是国民党的希望所在 假如都是那样这么萎靡不振的 这个好像随意怎么着都随波逐流 然后遇到大事情偷奸耍华 不敢担当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领导人的话 那国民党就更完蛋 更没指望 所以 这些人的这种 用生命啊 来表示 自己的这种政治坚持 让我多少看到国民党的希望所在 国民党还有点希望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这些年 国民党一直处在这种非常被动的状态 这里边应该说 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就在于习近平一直在帮民进党助选 有外边民进党有了习近平助选 我个人猜测 国民党恐怕没有翻身之日 如果习近平长期连任的话 那么 假如民进党内部不出现重大的分裂的话 我个人猜测 国民党恐怕没有翻身之日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好像就是我认为 那个 马英九时期的那个最后那一次 双十庆典 我认为那就是国民党的最后一次双十庆典 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最后一个机会 未来的话 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 我个人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悲观 而且国民党 必须得出来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物 得有相当的个人魅力的人物才可以 像类似现在这个国民党的朱主席 这种开拓不足 这种守成有余的人物 我觉得不足以让国民党翻身 我们期待能够未来国民党的精英 更年轻 更有魄力 更有担当的人物出现 能够和国民党 能够和民进行抗衡 现在我个人感觉 目前国民党的这些高层这几个人物 几个前副主席 我觉得恐怕都不足以担当这样的大任 期待未来能够有什么更优秀的 更精英人物出现 那么从目前来看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更多的是民生议题 那么台湾的大选 实际上完全被两岸议题读导 在两岸议题上 国民党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因为有习近平的助选 有共产党的助选 民进党可以说 拥有绝对的优势 至于说 九合一选举 无论成败 都不足以改变台湾的大局 这个地方首长选举 这个对于台湾的这种大的政治形势 关系不大 所以这个里边 从整体上决定台湾政治走向 是中央政权 是台湾总统选举 九合一选举 完全上一次九合一选举 在韩国瑜的这种代表下 国民党大胜 但是总统选举依然大败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足以说明 台湾的这种地方选举 对于台湾的这种基本国策的 对台湾的基本政治走向 没有太大意义 谢谢 小明星点到两个重点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 已经不是俨然 就是已经中国的政治强人 所以国民党 这边也需要个强人 否则没办法跟民进党 来一拼上下 第二个议题就是说 你提到钟摆效应 2018年国民党在地方现实的 大胜并没有办法反映 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 那这一次啊 这个2022年的地方选举 看起来好像也是 泛蓝比较具优势一点 是不是请陈教授分析一下一下 最新的距离现在选举 大概就38天了 你怎么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海外的侨胞分析一下 现在整个9A选举啊 蓝跟绿 还有所谓的这个民众党 到底现在整个市场的分布 行怎么样 这次选举啊 执政的民进党 这个选情非常低迷啊 那我们先讲这个六个所谓的直辖市啊 我们说六大都会啊 那么民进党就在高雄和台南两个市 也就是他的大本营啊 是稳定的领先的 其他四个市啊 他都处于落户的局面 特别是新北市跟台中市 基本上啊 等于已经开票完成了 就是国民党的两个人 那么台北市呢 现在民进党提名的 以前卫生部长陈时中处境 非常的困难啊 他有些民调甚至第三名了 已经不是第一 不是第二 是第三名了 因为这个台湾的防疫问题被强烈的攻击 而他本人呢 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啊 又要被这个防疫的包袱啊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奖家第三代啊 现在是处于领先的局面 另外一个桃园市 桃园市民进党提名的 因为抄袭问题退选 然后民党重新提名 重新提名的也没有很强 反而是国民党的 以前的行政院长啊 这个他呢 来这个参选啊 他是表现出一个温文儒雅啊 的一个风格啊 他的这个国际性的眼光啊 他的这个中央的政治的历练啊 最重要的他是非常清纯的政治人物 并不像台湾现在二职的政治斗争啊 那么样子张牙五爪啊 所以这个张善政的目前处于领先的局面 所以如果这个都会大六大都会国民党当年市集的话 那民进党是惨败啊 那民进党是惨败啊 那么其他的县市啊 其他县市也是国民党遥遥领先啊 民进党领先的县市很有限 那么这当然啊 地方选举跟一年多以后的总统立法委选举 联动性有多大 也就是会不会产生全摆效应 这联动性啊 那么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 民进党他大胜 然后呢 延伸到2016蔡英文也大胜 这个联动效应非常大 可是2018到2020 这完全没有联动效应 国民党2018地方选举大获全胜 可是20年中央选举 无论中央立法委都惨败 但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 比如说习近平关于财务问题的谈话 比如香港问题的一个中共处理方式 那么这种种来讲都会影响这个总统大选 但基本上台湾现在目前 这个基层的实力是国民党比较强 但是呢关于主权问题 民进党的方向得到比较多台湾民众的认同 特别是年轻选民啊 而国民党比较稳健的一个两岸政策 反而现在在台湾的反中或者反共激情之下 那么国民党的路性比较得不到普遍大众的肯定 所以地方选举国民党可能会大赢 即使赢了之后 是不是能带动2024的选举 在立法委员在总统选举上的胜利 这有两个最重要因素 第一个国民党有没有很强的总统候选人 目前这个新北市侯友宜 但是他刚当选市长是不是适合去当总统的候选人 而且他在这个地方政务上非常熟悉 在警政非常熟悉 但是问题中央的各种政务他是不是很熟悉 人民是不是对他肯定就是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这个两岸的问题呢 是不是国民党可以导引到 选择民进党就选择战争 选择国民党就选择和平 是不是可以导引到这个方向 如果不能导引这个方向 就是民进党更爱台湾 更能够以强力的方式来阻挡中共并存台湾 或者美国更愿意跟民进党政府合作 这个就是对国民党不利的 所以今天2020年的所谓的台湾的贩卖芒果干 亡果干民进党还可以 这个无往不利 还是变成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这个是国民党希望操作的一个这个政见 所以这个关键在于 这个整个台湾在美国中共台湾三角关系 这种剧烈的转变对抗性之下 能不能形成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而把民进党的一个执政 让它的恐惧感激发出来 然后把它拉下 这当然是很大的难题的 但是未来我们的取胜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 这个小明星你觉得 陈教授提到这个战争与和平之争 你有什么与你与外的这个 中国这个自身媒体 你有什么看法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一直说 国民党缺乏一个两岸论述 你刚才也提到过了 你有什么建议 然后另外就是说 民进党的分裂的问题 前中央院长林远哲 一向支持民进党 最近提的蛮重要的谈话 他提到蔡英文的贪腐的问题 民进党贪腐的问题 腐化的问题 前这个民进党的主席 许信仰的弟弟许国泰 最近也对国民党开炮 那国民党支库 曾经负责在海陆两位的 这个支库董事长 我忘记名字 最近也提出对一些民进党的 一些批评跟建议 所以这是不是符合 你刚才提到的时候 民进党除非分裂 不让国民党没机会 我想可能有关系吧 但是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 国民党实际上找不到 比较 一个着力点 有效的着力点 或者说找不到一个 比较能够操弄的话题 这现在很 这是国民党很被动的地方 关键问题在于 现在的共产党 他不给国民党机会 而且在一再的 在帮助民进党助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国民党很难有选择 因为这个事情 国民党自身 它是被动状态 它没有这个选择的机会 权利 所以这个事情上 很难办 那只能等机会 也就是说 民进党内部的这种分裂 把民党自己走向灭亡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任何一个政权 长时间执政的时候 可能都会面临一些 这种腐败问题 这些问题上 权利的腐败 这个是在任何地方 都难以避免的 特别是像一个 新兴的这种民主政权 还有很多地方 不完善的地方 一个过渡过程中 台湾民众的这种 人情关系 这种各方面的这种 就是说 对这种腐败的这种 彼此的这种 掩护遮掩 亲亲相护 这个事情在中国传统上 是很难克服的问题 作为一个 新兴的民主政权 可能在这些问题上 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民进党 发生严重的腐败 这个可能性 也并不是说 绝对没有可能 长时间掌权 有影响之后 那么会出现这问题 当然有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 那这样的话 民进党会被台湾人民所抛弃 这个可能也不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事情的 究竟 如何 那这个事情要看 最后的这种 真相助 这个 要靠这种 政治选举 政治操纵 这个恐怕 短时间内 不会受到什么效果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 打住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了 台湾的 这个九二一选举 那也讨论了 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报告 以及未来23号 要公布的 政治局常委名单 所以谢谢 陈国强教授 谢谢小明知心 谢谢明镜的观众 对我们中国研究人支持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高大落 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